继续要带您关心 今年的大学征选入学个人申请 传出台南市知名的私立港民高中 有学生篡改在校成绩 而且未造的成绩单上面 还有学校的刚硬 校方今天坦诚有行政疏失 希望外界再给这些孩子 跟学校一次机会 不过台南地检署 已经指派检察官调查 不排除有补习班 或者其他舞弊集团 协助学生集体造假 未在台南的港民高中 传出有学生在申请大学 申选入学时提交不实的成绩资料 到底有多少学生舞弊 目前所有接受该校学生申请的大学 正在进行全面清查 而台南地检署也指派检察官 调查是否有补习班 或专业舞弊团体涉入 我们是怀疑这些学生 他是不是有接受一些 伪造文书前科的这些集团 来唆使 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 不理性的一些行为 港民高中是台南地区知名的私立中学 学校相当重视学科成绩 包括校园跑马灯 以及学校的网页 也都刊登许多升学金榜 强调升学绩效很杰出 这次发生舞弊案件 校方坦承有行政疏失 未来对于学生的各项申请资料 都会加强把关 也希望给涉案学生有自信的机会 而本身也是高中生家长的 人本基金会工作委员黄丽雅说 为犯错的行为负责 也是学习的一部分 但这次舞弊案反映出学校和整个社会 升学挂帅 只重视成绩的价值观 涉案的学生将失去征选入学的资格 虽然可以参加指考 寻其他管道上大学 不过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伪造文书的刑责 另外整个案子到底只是学生的个别行为 还是有其他民间机构涉入的集体舞弊 还有待检方调查 记者东方陈显坤南部报道